25号会答执行长黄仁勋出席 回答台湾分公司尾牙 他透露这次抽奖可能会有一万美金的红包 而他自己也将在尾牙演出 黄仁勋透露这次与爸妈同行 并在前一晚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摩抗力 以及总裁魏哲家共进晚餐 我非常幸运地帮他们去台北 因为第一次 真的在一段时间 我可以帮他们去所有餐厅 他们在吃饭 对于AI发展黄仁勋表示 去年只是开端 今年将是AI的重要一年 它是帮助手机专业再建设 它是一个产生的产生 所以台湾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系统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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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都会参与这个新的游戏 而我们正在最初 昨年是最初 这一年将会参与 然后在接下来 我们将会参与的游戏 我们将会参与的游戏 然后每个专业会参与 他表示 人工智慧需求非常旺盛 市场极其庞大 人工智慧将在手机 个人电脑 汽车 云端和资料中心上运作 辉达正在与台积电 等供应链伙伴合作 努力满足市场需求 新唐人亚太电视 持线李张其林 台湾台北报道 selecting观点 尽迦 Maja 这边 在这边 面